我国有意在本地设立一个无人机地面站 方便无人机为船只提供补给 交通部将在今年的较之时候公开征询建议书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出席第二天的新加坡海事州活动时说 建议书将有助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制定适用于我国繁忙港口的无人机运作概念 许方达也说从今年起 我国也分阶段在主要的船只平泊处航道 码头和登船地点推出5G网络 预计将在2025年中完成 到时我国将是全球首个在港口海域提供全面5G网络的港口 另外 新加坡海事级港务管理局也同新加坡港务集团续签合作备忘录 承诺各拨出1200万元 促进海事业的研究和创新工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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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